大家好,歡迎收聽這個《芒向快捕》 今天導致我們是2019年10月6日 這裡有我在紐西蘭的伊德台養 另外也有在紐西蘭的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人 大家好 台灣許樓山 老許走開了,不要緊,今天加拿大加山山 大家好 大家好,節目開始之前 給個讚,最好分享給朋友 最重要是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訂閱小台,麻煩各位 2,3,4,5,7號機 幫忙手,繼續壯大中立模式力量和宣揚和平理性的聲音 哇,今天剛才看到那張照片 很震撼 馬提露被人打到豬頭 爆光 因為他公開撐警 撐警就被人打,被人撕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現在每個人都抓了撐警的人來打 這個是恐怖主義手段之一 如果大家看我們《望向歷史報》 我們說過《愛爾蘭共和軍》 怎樣用恐怖手段爭取獨立成功的歷史 現在香港人他們是崇嬰的 所以他們學了這一套 他們其中一個招數就是 要你公開撐警的名人 總之你任何人是會有影響力的 站在警察局一邊的話 他們就會來對付你 馬提露沒有什麼影響力 因為恐怖主義的目的就是用恐怖主義 用恐怖手段達成政治利益 很簡單地說 他將人分五個群體 第一是政府 第二是政府工作人員 第三是一般平民 第四是同道中人 第五是國際輿論 對於政府他用所有的手段 去打擊政府的威信 而第二是對於幫政府做事的人 是要令到他們離心離得 士氣低下 第三 他們對於平民就是 你不出聲我不會理你 但是你有影響力 而是公開對他們好的 我一定會制裁你 這是第三 第四對同道中人 對叛徒是毫不守遠的 當年愛爾蘭的和軍 見到叛徒 就當街打爆他的頭 放炸彈 而第五對國際輿論 就賣小強 下 而且是會不斷 對於平民他們 是會不斷做文宣 就是 好像現在和理非 去包裝這幫暴徒一樣 目的是要令到中立的人 不出聲認為 兩邊都是壞人 我兩邊都不幫 現在他們這件事都是做齊的 當大家留意一下 就是這樣說 我們說的中立模式 就不是說兩邊都是壞人 我們只不過是很理性地計一條數 就是究竟哪一件事 會對我們絕大部分人最好的 就是我們都說過 中港問題上 我們認為 就是我自己認為 至少是 中港應該廣泛融合 適度區隔 就是這件事 我相信 大部分編集都同意 就是我這個說法 那 在這件事上 止暴制亂 是滿足到絕大部分人的利益 所以 其實我們最初 不會用撐警這兩個字去做任何事情 或者去說任何事情 我們主要就是支持警察 嚴正執法 讓社會回歸法治 這是我們主張的事情 因為這件事 對絕大部分人來說 都是好事來的 除了搞政治和暴徒之外 因為他們拿這些來撈取他們的政治資本 如果政治 你說當是泛民也好 怎樣都好 這一幫人 他們撈取政治資本 就唯有靠抹黑警察 或者可能 將負面的事情 正面的事情 變成負面這樣去說 造謠 所以才可以去到他們現在那個 可以說有一批人都很支持泛民 他們這樣做的 其實很恐怖 社會去到這樣的程度 就是 剛才社長說什麼撐警 其實不是撐警 其實我覺得很難的 不需要撐警的 我也是覺得 警察去執法是正常的 支持他這樣做 他也是很正常 他是合理要這樣做 不過現在他們是受著前所未有的 語言暴力也好 或者那些暴徒對他們施誓的暴力也好 這方面他們是支持得很辛苦的 要去到這個時候都未說失控或者怎樣 是很難的事 那這方面真的要支持 其實很恐怖的 香港現在的情況 譬如今天那件事 應該是昨天 我們這裡已經是7號 6號的時候 九龍區又有遊行 然後遊行人士去到深水埗的時候 就有一架的士產商行人路 那司機就被人拖下車 撕了了 那整地血 那的士那個車窗 也都被打碎 那我自己理身先 他那架大的士我是經常搭的 就是我回香港 如果行李多的時候 我都會搭這個大的士 那就是這樣說 現在一些媒體的報導 就非常的偏頗 他就說 而因有 這個是零一報導 而因有示威者經過時拍打的士 本身拍人家的車已經不對了 其實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他跟著就說 的士司機突然發狂 架的士產商行人路 並撞向人群 司機將兩名女子撞到鐵閘後 司機仍想加速再撕閘 有示威者見撞 把司機拖下車 拉出車廂 那 就算司機 產商行人路的話 或者怎樣的話 你都不可能這樣去撕了 其實 就是這些 這些是說不通的 就是你不要說 因為產商行人路 拖出來打死他 或者這樣 沒有可能的事 香港不是一個感病的社會 就是大家要記住 不過 也很明顯 也證明的一點 就是現在香港已經 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 因為被這些暴徒 橫行無忌 所以說得是 是啊 我看到一些林卓廷這些 這些不是人嗎 他說 看到現在那些暴徒 他們只不過是打爆這間店 或者他們沒有在裡面搶掠 證明他們是公私分明 不可以這樣嗎 搶到家可以嗎 那些暴徒走來打爆你的 拆掉你的議員辦事處 但是沒有打傷你任何的職員 還有你 林卓廷本人 那可不可以說他們是恩怨分明 我反對黨 我反對他 我真的拆掉他的辦公室 那之前林鴻友又要報警 恩怨分明很少事 不用報警 之前林卓廷被人 林鴻友又報警 其實他們說的是 不合邏輯的嘛 是 你經不起邏輯的推敲 林卓廷那些人說話 喂 即是你說 何君堯那個辦事處 被人拆掉 電腦被人偷賣 都是合法的 都是公私分明 有得這麼說的嗎 那我不如把你林卓廷的衣服 都是公私分明 我沒有搞你這個人了 把衣服都脫掉 把衣服都脫掉 要你遊街 不行 你們那些暴徒就是這樣 之前在機場那裡 就要脫別人的褲 要找一個最醜的暴徒去性騷擾他 是不是 我記得好像是這樣 其實實際情況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 但是 是 即是 他們的 貿論 他們下性暴力 他們喜歡下性暴力 這幫人 是 他們一向都是 他們是性開放的 順我者槍 逆我者網 他們現在在說那些套 是吧 是 他們剛剛有一篇文宣出來了 是 我們有來 是 他的文宣就是 前言 有見到 國界對近日抗爭者的行動有一定疑惑 特此聲明抗爭者的民國目標 並不是隨意摧毀香港 即是 用刀叉吃人肉 定點摧毀香港 是啊 法國大革命的時候有一個很出名的一幕 不知道什麼東西 不是法國大革命 總之是一些恐怖革命的時候 有些行刑者走上斷頭台也好 吊死台也好 他看到下面穿著西裝走上去 行刑之前見到那個女士 說 女士讓你來拘捕那個按鈕 讓他吊死那個人 哈哈 我很純粹的 一模一樣 非常可憐 這些做法 非常可憐 將最惡劣的一個 社會上 我覺得最惡劣的一個 形態展示出來 人性最醜惡的東西都展現出來 是 最兇殘的一面 就是呢 我都跟那些 rechat group的聽眾 都這樣分享一下 為什麼香港人突然去到這麼兇殘 就是為了那個 什麼五大訴求也好 什麼解散警隊也好 或者什麼黑警也好 什麼都好 真普選也好 什麼都好 為什麼需要去到一個這樣的程度 簡直是壽性大爆發 都沒有到壽性了 已經壽性都不會這樣了 我覺得就是 是不是 他們有另一套邏輯的 就是政府迫城 政府的這樣做 令到我們不敢做不行 我先說一下他們的立場 以下是抗爭者對不同組織人士的立場態度 希望大家要明白抗爭者並不是不講道理的 首先商鋪對黃色老闆就說 你們沒有什麼要注意的 只要做回自己就可以了 下一個叫好人有好報 我頂你個肺 藍色老闆就說 你們有自己的政治體法不重要的 只要你們能夠公平對待所有人就可以了 你們可以在網上發判警言 但是如果你們對付黃色的員工 不同政見的員工顧客 有所偏頗的話 你們的店鋪就受到制裁 所以今天他們原來去了庫林飯店特集 釘煙霧彈 放火 打煙霧彈 去庫林酒家 飯店 打完之後裡面有兩個食客坐在那裡 很害怕在那裡哭 那兩個人說裡面有食客 然後其中一個 有個女人嚇到他哭 那個黑衣暴徒給一張紙巾那個食客 然後拜拜 對不起 神經病 就像我剛才說的 穿著老西 穿著老西 請個女士上段頭台 按掣斬人的頭 我很紳士的 是一模一樣 我們不是野蠻人 我們不是野蠻人 穿著老西 刀叉吃人肉 同一道理 嘩 這麼可惡 真是想不到 根本發生了兩三天 兩天 星期五、星期六 到今天星期日 第三天 事情已經可以急轉直下成這樣 是 我看過那些人更離譜 駕駛了一輛滑泥車 駕駛在路上 那輛車很貴 怎會從地盤偷到出來 可能附近路面有些工程 那幾天放假的就拍在那裡 我看他們整輛駕駛了出來 車手很容易的 是 駕駛放在椅底下 我不是教人偷 絕大部分的地盤 那些吊雞 那些東西 就這樣放在一邊 就不會拿回家 車線不帶的 車線不帶的 可能有另一個機手來開工 不是每天都是同一個機手來 所以你放一部機 在路邊的時候 你一定要駕駛 要跟一部機 就不可以時去跟別人的 這個就是 絕大部分地盤的做法 我自己都是這樣的 我自己做的地盤都是這樣的 就是 吊雞車 那些前輛車 全部鎖匙 跟車不是跟別人的 這個是行規 那你偷了 欲哭無奈 你沒辦法 理論上正常來說 不會有人偷這些東西 我 我從來都是一個相對正常的社會生活 現在香港變成不正常 都是近期的事 他沒辦法 他如果突然間有什麼 警察說要開機 你沒有可能 要打電話去找機手 你一定要讓警察可以隨時開走機 是嗎 這些是很正常的操作 來的 我有個問題 開機是否很難開的 是否需要英國特別訓練才能開到 以前呢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打街機 街機也有些是專門玩這些 駕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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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ess Dean 駕駛車 以前還有拿巴士的 有這些遊戲的 玩過就懂了 硬來說 玩过就会驾,不是很难,他前头控制 是不是玩过电车高的就会驾驶 类似的,其实钓鸡车很难,要驾驶得好就很难 如果在香港岛他将钓鸡车的臂打到电车电纜 暂时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他们都没有很懂操控这辆车 不然整个中银的铺子被整个钓银机挖出来都可以 挖出来没用的,因为那些银子会噴到骯髒的,就用不到 他们是破坏的,就是偷不到钱的 因为你把整个钓银机扯出来,里面的钱都会骯髒的 起码在外国的钓银机是这样,香港不知道 继续说,政府对于组织 就是说,对警察,不好意思共争者以全港都不会原谅你们 就算有13亿人支持你们,陈麦大多数支持你们又怎样 他们会帮你挡棍挡魔法,禍不及妻宜 他们只是适合人在市民当的人 你们现在不主动公开身份 在此我只能奉劝各位自FS的 全家上下24小时千万不要有一分钟落单 如果不是就别怪我们不留手 这本就是恐吓的,不只是文宣 恐吓了很多小部分 之前已经读过两篇文是恐吓的 連《立場新聞》都登一封恐嚇信出來了 政府不蓋了它? 其實登這些文章出來就拉人封艇的 正常的社會是拉人封艇的 《立場新聞》應該蓋他旗 我是強烈建議警察立即蓋《立場新聞旗》 搞什麼?為什麼他會替恐怖主義、恐怖分子登文? 是啊,他們說白色恐怖商家 這些簡直是恐怖主義 我完全不明白 香港政府是麻木到這個地步 沒辦法 可能警察不夠人手,暫時未遇到他 我幫他鬥一下 警察真的不夠人的 反恐的其中一個最重要就是 你要證明你能夠保護幫你的人 香港政府到現在都沒有幫過警察 除了沒有幫警察之外 其實就是這樣說 連很溫和的藍絲都保護不了 譬如馬提露被人打 其實他只是支持政府而已 其實他沒有說過激的言論 他沒有說要殺曬曬曬 他沒有說過這些 即是說要殺曬曬曬曬 連曬曬都不敢搞他 現在的情況就是 鬥惡了 是最惡劣的一個形態來的 社會變成 因為鬥惡反而沒有事 反而是比較溫和比較善良的人 就被人打壓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 好像Youtube那些也是 即是我們沒有廣告了一個月 現在差不多一個月 是啊 就是因為我們說話很溫和 大家要念力幫我們可以復活 你一定會再申請 哈哈哈哈 不知道啊 沒有廣告之後 有很多主持人是沒有心機做節目的 即是包括我和真BC 哈哈哈哈 阿社長你自己有份 阿社長你自己有份工 你沒可能 阿真BC要臭兒子 還有那個國語節目沒有錄過 本來答應了九月是一定要每天錄國語 我和他都沒有心機錄 其實不只是他 是我也都沒有心機錄 是吧 有味道說很沒心機的 只不過是 如果是有的 是真的差一點的 有時候好像舉例 我為例 有時候想錄節目錄好一點 那我就買飯盒 或者之餘次女那些 就不煮飯 可以集中精神的錄 那如果 每天買飯盒都不弱 有時候 那不是說沒有錢賣 只不過是可以 聰明一點 錄起來都 那我講一般市民 一般市民就說 中立的市民 我不期望你們會和我們一起抗爭 但是我們希望你們看清楚是非黑白 近日大是大非 有時候連電視報紙上都不是真相 你們知道嗎? 原來那些人知道嗎? 那是需要各位細心分析才知道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是否搞暴動 就這麼簡單 是啊 我們鼓勵大家接收資訊時多幾個渠道 多幾個方面去看每一件事 喂 我之前聽魔向編輯部 對 然後再加上自己判斷 誰誰誰除錯 當然不要經常看立場新聞 鼓勵你個肺 宣揚恐怖主義 鼓勵你個肺 好了 那就講一下藍絲撐警 藍絲撐警的 撐政府人士 如果你們痛心香港 現成今時今日的局面 不忍心香港人流血 認為社會需要安寧的話 我們希望你們能夠認清誰是罪魁禍首 你們咯 認清了 不用說 還在裝作 不要緊 我們繼續驗證駁斥這些謀利 如果蘋果的報道是100%不實 無線報道又怎麼記得100%真實呢 喂 蘋果的報道是100%不實 蘋果的報道是100%不實 無線我覺得非常可信 我回到香港這麼多天我都看無線 開著新文台 我覺得無線非常可信 絕對是 跟店舖老闆一樣 如果你網上要發表言論 可以 但如果你要拿刀出來砍人 我們只會把你和警察一視同仁 如果你到今天認為警察是對的 抗爭者是死不足惜的話 老實說你真的沒有救了 抗爭者不是死不足惜 我都不是這樣說 其實我一直都是說 我們M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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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都是說 你們抗爭者 你們是所謂的違法達義 你們 根據這個違法達義理論 大家可以不同意這個理論 但你根據違法達義的理論 你是要負上法律責任的 我相信是因為違法達義的那位祖師爺 他自己也不是很想負上法律責任 你不想但也要負上法律責任 你不可以說 現在五大訴求就是要不負上法律責任 是吧 你說五大訴求可不可以重新一下 就不要要五大 因為兩大破壞香港的法治 法治是香港社會穩定的基石 是吧 是吧 大家同意 他們破壞了 大家都不想退步到一個文化大革命時代的社會 現在你們這幫蝗蟲就是把香港 退回去這個文化大革命 是吧 就好像這隻杯 那些紅綠冰那樣 是吧 喂 你們是這樣搞的 整個社會就被你搞死 整個社會一般正常人 都找不到吃的嘛 現在 過過不是生產嘛 是啊 他們現在不只要文化大革命 他們說我們要以外爾蘭為師 學北外IRA 外爾蘭共和軍 你老闆 近來人人都說了 外爾蘭化 我們八月那時候已經說了 家產生的理論 其實他們可能是學了家產生 你是聚灰禍首 那怎麼辦 糟了 原來恐怖狗主義祖師爺 他們原本不懂我交聲了他 糟了 那條片還沒有廣告 還不准收廣告 好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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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樣說 他們當然 他們是純粹為自己的利益做事 是啊 泛民這幫人 泛民根本現在做了新分黨 是不是 包庇恐怖主義 包庇暴徒 每一天都在為暴徒開脫 找理由 找藉口 賦予暴徒有一種合法的理由去攻擊人 根本沒有可能的 犯法嘛 犯法就犯法的 喂 你應該是 你好像林澤廷被人臨紅油 你又去報警 人家被人臨紅油 你覺得可能不是暴徒做的 喂 這幫泛民 現在成為恐怖主義組織的一部分 大騎手 應該是吧 應不應該讓他們還可以合法 合法有這個社團 有這個合法的 繼續在那裡參政 甚至乎組織的社團 是否應該要當他們是三合會 當他們是黑社會 當他們是黑社會 那種取體呢 其實我覺得他們變成了 林卓廷、民主黨 好像變成了陳浩天 那些 好像民族黨 因為你支持那幫人 那幫人說要獨立 現在已經看到國路 成立了政府 那你們即使是變相 不切割、不睹灰、不批評 那你們就變相 是他們的新政府組織的喉舌 因為毛孟靜是他們的代言人 那是發言人 經常幫他們說話 那是否應該要取締這些民主黨 即使是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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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處理就行 即使是不用怕 政府 不要像他人多 不要像他有人在政府參政 有議員 錯就是錯 當他們是民主黨 這樣處理 因為你們去支持那幫獨立人士 他們說要搞港獨 港獨不成一國兩制 你們是一國兩制之下 這系統才可以選到議員 所以其實只要問他一句 在那一天 十月 不是在那一天 兩天前 蒙蔑法 那天你們說宣告獨立 你們這幫人是否支持他 你們是否支持港獨 你們跟不跟這幫人設改 很簡單 要不就DQ了 DQ了 你們違背了這個宣誓 這個基本法 是呀 向校中基本法 所有議員都要 這是第一條 你發誓當食生菜 發假誓 發假誓要負法律責任 應該 不可以風流快活 錢就照斗 接著就 應該做的事都不做 發誓當食生菜 是啊 最明顯的就是許智峰那些 朱凱迪那些 朱凱迪最近現場被人噴過胡椒噴霧 許智峰也被抓過 許智峰也被抓過 後來踢保 沒有事 這些完全是 下場去支持暴徒 譚文豪呢 還有 還有 種過胡椒 那他們是否最快要去公開 究竟這幫人究竟是什麼 這幫泛民議員 正在吃政府的議員津貼 但是在做一些反政府的事 嗯 那其實應該DQ這幫人 我覺得現在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不DQ它好像不太公道 不過我的看法 應該是政府要跟這幫人切割 不是他們跟暴徒切割 是政府要跟這幫人切割 那正確啊 這個是應該要做的 如果還沒有做就快點做 就是政府是要去黏奪他的議員議席的嘛 在這樣的情況下 因為他是鼓吹犯法行為 還有他是帶頭反對這個基本法 是吧 就是我的看法是這麼簡單 這麼粗淺的了 看上去是真的 他們真的反對基本法 是啊 還有一樣就是 他們 剛才加探生都說 講解了他們那套邏輯 他們是沒有邏輯可言的 就是不需要再跟這幫人說 哇他們的邏輯 或者他們的mindset 或者他們的理由是什麼 那些理由全部不是理由來的 不能這樣啊 不能這樣拖人出來打到重傷 這樣啊 你怎麼說都說不通的 什麼私了隊呢 目的就是要 令到所有對於社會 對於社會有影響力的人 不可以站在政府那邊 其實是一場宣傳 整個恐怖主義的 就是要以社會為舞台表演 告訴別人是很厲害的 這就是他的終極目標 所以任何人能夠對抗到他們的文宣 他們都會打擊他 哦 那我們不是很危險嗎 所以許樓西就被人打了 跟店鋪 同名的店鋪 真的 真的 我朋友 如果有看許樓山Facebook的 就看到了 如果沒有了我都會說說 挺好笑的 我朋友原本在香港 接下來月底 就有兩場講座 人數都爆滿的 他就答對了 那 topic適合我的 希望我來做個嘉賓說一下 然後他聽聽聽聽聽 因為他都知道我是許樓山做這個節目 他覺得很害怕 預視到 其實大概都知道他的客人是黃絲居多的 如果來聽這個叫做講座的人 他說如果有人認得到你的聲音 我豈不是死 哈哈 被人死了 不是我 他除了害怕我死之外 被人打死之外 他已經當事都不用做了 那好吧好吧 那我不來了 哎呀真可憐 朋友的朋友都不留下碰牆 因為這件事件 他差點沒跟我割席 他在校會跟我說 那我都是為了你的安全起見 所以就不好了 我都要吸客的 那沒理由 我的客人都黃絲居多 不想這樣 好啦不要緊 不要緊 他在樓山的犧牲是 我沒有說犧牲的 我也沒有收過不夠錢 我只不過是義募 他幫他 我以為是 你什麼 不過怎樣也好 這次動亂 其實是一個恐怖主義襲擊 所以你看到中國政府都說 中央政府都說 有恐怖主義的苗頭 不過不知怎樣 中央政府很早就說了 其實他是底牌而已 中央政府是底線 他只是告訴你 如果你繼續做這些事情 他就可以把香港變成新疆 其實他一早已經說過 我們節目已經分析過了 就是 講這些事情的實際作用 就是告訴你不要搞得這麼過份 你搞得這麼過份 一拍兩散 現在有一幫 其實 就是這樣說 黎智英那些看得到 他們明白的 他們覺得現在已經要收隊了 現在要 那只不過是那幫勇武的那幫友仔 覺得自己在這次的遊戲裡面 就是我這樣說 用遊戲來講 我可能有點過份 在這次的事件裡面 他們還沒做到政治游泳 所以他們現在才不說 就是怎樣說 繼續說 要繼續撕尿 繼續搞下去 其實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就是 他們還沒做到政治游泳 也沒有保證有政治游泳 現在看到泛民那幫人出來收割 他們的戲很不順 他們要把這個運動繼續暴力化 繼續在裡面抽水 唉 他們是不會有任何游泳的 你這麼多人怎麼分啊 我這樣看 不好意思 加藤先生 我就這樣看 他們會不會因為受到何韻詩的影響 所以停不了呢 你看看 何韻詩都拿了7千萬回來 不是據說已經告一億了 不是 7千萬 但是說 他們說 有人排隊去告警務處長 民事訴訟已經籌到一億 是 當他7千萬 或者我們都 是 因為我看他最更新的表 我當你7千萬 何韻詩弄到7千萬 他七十萬都沒有 有些說 所以他就要繼續逢 是吧 想做第二個何韻詩 想做第二個何韻詩 是 我講一下這篇 到最後 節目差不多完 時間差不多到 他們最後 政府不是共產 說話的 就說 你們有眼看到香港人 並沒有退讓的意願 你們也千萬不要以為 這次抗爭和五年前 雨傘運動能夠以同一手法處理 因為我們明白到失敗的話 香港將萬劫不復 但萬劫不復的還有中國政府 為什麼我們要保住民意 因為我們在搞一場革命 要光復香港爭取民主自由 絕對需要民眾支持 如果你們執迷不誤 總是要在香港人手上 搶走民主自由 我們可以不要民意 可以搞一場攬炒 到時就會親手摧毀香港 拉中國陪葬 我們相信香港人有這樣的能力 有這樣的決心 你信不信 是你們要的 正如許留先生剛才說 絕大部分人都不想香港好 是你們這些極少數派想攬炒香港 大言不慘 簡直 這為止是什麼 就是在街坊扔幾個汽油彈 偶打幾個屠人 這樣就整個香港會倒閉了 不會的 是 我相信 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 會嚇到 仍然是如常生活 你們每一個人 對他們 你們不需要跟他們正面對抗 好像馬提佬那麼有勇氣 我很欣賠他 至少他對於暴力分子 你只需要默默地繼續 如常生活上班 警察來他們 你們也可以 他們走了 你繼續工作 不可以被他嚇到 不可以被他得逞 他目的就是告訴你 我們是很強大的 告訴你你們一點都不強大 你們嚇不到我們 我們仍然繼續如常生活 我們儘量如常生活的 但是當然 有一件事大家要記住 就是不要在危場之下 不要去那些非常危險的地方 譬如他們已經在暴動 你最多在旁邊拍片 你就千萬不要走過去 其實 我想大家都知道 講來都是廢的 就是這件事 你可以穿過那些暴徒去買東西吃 但是你就不要在那裡注足 在那裡不斷拍 你拍一兩張照片 他們不會理你 但是你要狂拍的話 他們一定會搞你的 他們那幫人 他們那幫人沒有人性的 現在 我覺得 我的感覺就是他們那幫人沒有人性 而且他們 人多世眾 絕大部分的事 絕大部分出沒的時候 就好像我以前做地盤 一打開坑渠蓋 接著有光 坑渠裡面那些蟑螂就四散了 現在的情況是一樣 就是 現在沒有光 現在香港的社會很黑暗 因為香港政府做不到什麼 那些蟑螂就聚在一起 我不是說那些示威者是蟑螂 我不是想這樣說 我們都用蟑螂這個字去形容他們 但是其實 他們這幫人 見光是死的 他們很怕見光 我們在光明裡面生活的人 我們其實可能有時候會怕黑 我們去一些黑暗的地方都會帶燈去照 那現在我覺得這個情況就是 他們沒有光照到他們 政府是時候發熱發量去射那幫暴徒 香港政府快點做事了 說了很久 很多個月 有些網友覺得很好笑 他在我們那裡留言支持政府 他說 你知不知立法要多久 要研究的 要很多時間的 政府已經做得很好的了 緊急化了 你瘋了 你哪有可能的 就是告訴大家 你說這些話的人 你不要當我們的聽眾 是三歲小孩才行的 真是一個政府有管治意志 要立法要做事 是可以很快就做得到 你說的那些話 根本都不是一個障礙 就算香港政府是做這些事情 都是自己設備自己的障礙 根本就不是必須的 緊急化是怎樣立的 緊急 一下公佈緊急 他有什麼研究 他在後面有研究 你跟我說 要研究三個月 需要嗎 當然不需要 其實有很多事情 外國有先 你可以照做 香港不可以這麼久 你怎麼說呢 其實已經怎麼說 我們說了很多 就是很多方法出來 那時候做 現在就不會這麼惡劣的 現在是錯過了那個時機 那我們見到是心急的 譬如有些方法我們一說 有些地方就是跟著做 機場跟著做 沒有事 馬會 馬會跟著做 沒有事 那香港政府 不要這麼高傲 可以嗎 看看這個世界周圍 大家都處理過類似的問題 不只是香港獨有的 這些暴力行為 就是這些暴力示威 不是香港獨有的 你說一國兩制是香港獨有 可能是真的 但是全世界都 就是那個領導人 是有方法去 運用這些特殊權力的 在緊急的時候 現在你用緊急法 都要說自己不緊急 那你算怎樣 用到些畏首畏味 他們是愚蠢的 你說 宗教豁免 為什麼要宗教豁免 我是不明白的 有些人說 宗教豁免也對 但是問題是非法集會 你怎麼可以宗教豁免非法集會 人家現在的法例是用來 阻止非法集會的人戴口罩 最主要的目的是這樣 那你宗教豁免來做什麼 正常的宗教會不會非法集會 肯定不會 他是很怕國際輿論 很怕被人笑 或者被人說 他就愚蠢 他就不懂得想 其實最主要就是 你非法集會裡面 不可以戴口罩 這是你要阻止的事情 你合法集會戴口罩沒問題 其實如果你有申請遊行 你戴口罩 OK的 我也覺得沒問題 這件事你都不需要管 是吧 但是你非法的集會 不讓人戴口罩 這件事 根本就任何豁免都不需要 他本身已經犯了非法 你現在是加了一條法例給他 只要多給藉口 就立即拘捕他 是吧 所以其實 我們罵得很有道理的 我可以說 不過有些人當然是 要包含鏡 沒有辦法 在我們那裡留言 沒辦法 但是政府你自己想一想 你那些豁免其實有沒有意思的 實際上是沒有意思的 宗教豁免生病豁免 有人寫醫生紙 我們說了 現在馬上有醫生在做 中中中又中 其實沒有意思的 其實你不需要豁免的 有病又怎樣 有病又大了 有病在家裡睡覺 真的有病的話 為什麼你出來非法集會 這個道理很簡單 那些豁免其實是為自己設一個界限 你整個法律都是留的 是假裝做事是欺騙中央 我敢這樣說 現在林鄭 可能是上了北京的時候 有人叫她立刻做 跟著她就做些事出來欺騙中央 很可惡 其實她不單是欺騙中央 她還是搞了全香港一般的良民 一般的良民就受影響了 你不斷延續他們那些人的暴動行為 不好意思 剛剛馬來近傳過來 在10月6號 下午5點50分 多名記者被汽油彈擊中 全身著火燒著頭 方北窄路叫救命 真是大Q 記者 為什麼會記者 記者支持這些東西 什麼磚頭和火 希望他們寫這些東西 他們做神 做一個梁天琦的神 他們有份 他們的行家也有份 就算他們沒有份 他們的行家也有份 現在每個人都行梁天琦那一套 時代革命 光復香港 其中一個是港台電視部記者 啊 頭部左耳雨衣一度著火 要其他人幫他滅火 走了去醫院 就是這樣 建議大家 做記者那些人 不要再穿黃色反光衫 那些沒用了 那一點就穿了 穿了一些 就棉質襯衫 燒刊工人用的 棉質襯衫 安全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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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要說 因為那些人造纖維一燒著就黏著皮膚 很糟糕 一黏著皮膚就很嚴重 那些燒傷就很嚴重 沒有辦法 那些工業安全的事情 其實大家都有些常識 就不要亂讓他們瘋 還有實名制買白電油 好不好 五金譜 就是我們講過很久了 叫五金譜 要抄下人家的身份證號碼 是不是 白電油 那些 火酒 那些要身份證才可以買 整個電腦系統 是不是 都不是很難做 全世界都有這樣的事情 現在 你在澳洲買 化肥都不行的 都是要抄下車牌的 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做 香港這麼小 香港是一個七百萬人住的地方 我們不是管不了嗎 一個政府 有這麼多人 就是你弄這些東西出來都弄不到 那你還跟我說很難 有些人在我們這裡說 外國經驗在香港 怎麼會用不到 你現在嘗嘗去 油站 拿個膠瓶去 要他把油放進去 他抄不抄下你身份證 你嘗嘗 你去香港也要抄下的 你要拿個膠瓶去 說自己的車死了火 沒有油 停了在那裡 我現在走來買的 先進去膠瓶裡 你看看他抄不抄你身份證 這些東西其實 只不過是要 沒錯是擾民的了 某程度上是擾民 但是你有什麼辦法 沒有辦法 現在他玩到這麼瘋 你唯有就是 怎麼說 保平安 你做些事情 來保大家平安 是不是 你這樣也不做 其實沒有辦法 社會搞不回來 是很好的 如果你搞這麼少事情 都說很難 做不到 那不用搞的 你就給個政府 給個藉口政府去抬證 讓他不做 大把東西可以做 大把東西做得到 喂大哥 人家淘寶都做得多 比你 很多東西都不准運下來 是不是 為什麼淘寶做得到 你們香港做不到 是不是 那些三角釘 現在都訂不到 你試試香港訂三角釘 會弄爆車輪的那些 聽到我們呼籲 現在其實 肯聽我們呼籲的人 做了很多事情 其實在背後 是香港政府不肯 這麼高傲 說出來都不行 還要弄兩個人 說香港政府的事情 很棒的 是你們那些人不懂 你們那些人在外國 我知道那些是政府做的人 為政府開脫 為香港政府台政開脫 我告訴你們 中央遲早要收拾 你這幫台政的傭官 唉 是好啦 人工這麼多 最好以後 香港政府所有員工 和中國大陸看齊 是啊 最多幾千 幾千元一個月 好像習生 都是兩皮一個月 對啊 林鄭 對啦 林鄭為何要四十皮一個月 絕對是不合理的 對 給她一皮就好了 真的 喂 垃圾 她做事的能力 兩萬元也太多 對啦 一皮就對啦 哈哈 哈哈 你住有車你坐 拿這麼多錢做什麼 拿這麼多錢做什麼 錢做什麼 每次都不會買 垃圾 哈哈 那好吧 不要罵到這麼盡 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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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差不多 再見 拜拜